而这些逃逸外劳 余群居留 还有持观光护照入境 非法打工的外籍人士 为什么要冒险来到台湾呢 因为他们认为台湾地区的薪资 比他们国内薪资还要高 所以他们想尽办法留在台湾公所 警方要求车斗上的人全数下车 并在墙边一一排好 这是台东分局日前执行勤务时 意外查气到非法打工的外籍人士 再加上去年底也发生过 多名越南人士偷渡来台 在大五地区抢摊上岸却不幸溺死的案例 以及在年底时大批来台观光 却整团消失流窜打工的新闻 为什么这么多的外籍人士 纷纷想来台湾进行打工 原因就在于台湾地区的工作薪资 要比他们原来的国家薪水高出好几倍 因此为了这笔优渥的薪资 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台湾 台东警方也呼吁民众 误贪求非法外劳工资便宜而雇用 如遭查获将受罚得不偿失 本分局在此呼吁 误贪求非法外劳工资便宜而雇用 如查获将受罚得不偿失 并请民众如有发现任何违法案件 疫情立即与本分局联系 一起维护辖区安全努力 民众如有发现任何违法案件 可以立刻与警方联系 这样才能维护好地方的安全 记者陈金林 台东市报导 19号早上